大家好 我是Angel 低碳廚房 環保健康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的得獎菜式 叫做玫瑰布朗尼 現在我們就先把椰棗放進去 暖水泡了5分鐘之後 它泡到它的表皮有點浮起了 差不多夠軟了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切碎它 用椰棗去做甜品是有益很多的 我們切好椰棗之後 介紹這個杏仁粉 首先浸泡大概8小時左右 就洗乾淨 高速攪拌機到打碎了的杏仁 要先封乾了 最後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倒進我的混合鍋裡面 我們再放40克的有機殼殼粉 然後就可以把剛才切碎的有機椰棗 然後把椰棗倒進去 就是這樣 椰棗已經很有黏性 很容易就很快就黏合了杏仁碎 和可可粉裡面 攪拌到差不多 你看到很多一塊塊的東西 黏在一起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這個玫瑰花水了 就會加大約3茶匙 攪拌到差不多 我們就用最原始的工具 就是我們對手了 壓到它變成好像一個麵糰一樣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攪拌好了的 Browney的混合物 我們現在倒進5吋的圓模裡面 鋪平了又壓緊了 讓它凝固了 在脫帽之前 我們要裝飾一下它 就已經塗好花花了 我們就鋪上去裝飾了 然後就可以脫帽了 就可以上桌了 今天的菜式玫瑰布朗尼就完成了 當然希望大家喜歡 以往吃開的都是焗出來的 但是今天這個玫瑰布朗尼 所有材料和製作的過程 是用不超過攝氏48度 方法去烹調這個菜式 都沒有加過任何牛油 卡奧尼都相對減低很多 就健康得多